HELLO 大家好我是總姐今天我們是來巡台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邊是位於台南的雪甲 我們在台南四處拍片拍那麼多地方 雪甲我們是第一次來 那這邊的挖機我們也都沒巡過沒看過 今天既然是第一次來的話就來這場小玩看看吧 來吧我們來玩一下這一台 這一台我剛剛有稍微小試了十元 就無意間出了一樣東西 這個是應該是小啤酒酷冰 這些小冰霸杯吧 然後他就在正門想說試一下 因為這一台上面有夾送 一個夾六送的變身大卡車 看上去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因為剛我試了十元 我覺得他你看他是甩幅還不錯啊 慢的二收即時還不錯 這邊還藏了一個公仔 唉唷爬過去了 拿得到嗎 哇他要變一樓 不過這一台 那個如果他一樓是高過於的話 這台二樓超好打 因為他下爪超慢 我撥他一下看看 喔 完美這一波完美了 但是還有前面這邊這個點要帶一下 哇他只要上去這個下爪速度撥一下就是粗啊 後螃蟹 那個稍微輔助了一下 還有躺在他身上 他都有好多好酷的冰霸杯喔 這個也是冰霸杯 很多跟以往我們看到的冰霸杯 造型完全不一樣耶 這個也可以打出來 欸還是你弄彈力的手 欸可以 這樣子 起 過 嗯對不對 來了 那這邊我們再拉一下 哇那那個 那那個夾六鬆應該是輕鬆的 嗯不能先說 我覺得啦應該是 應該是 以這台台性應該是不難 但是這邊再帶一下 還是先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這一個這個角度 這樣子 嘿 對這樣子 先崩掉然後就來了 你看 他的下爪速度就是這麼慢 慢得非常之剛好 然後呢 這一個 這一個那個我真的蠻想要的耶 他那個很特殊的造型 他整個就圓筒這樣子 蠻適合放在桌面上 他好像也不容易倒的感覺 一種感覺 但是這個要先 先過來一點 彈 這時候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他一直彈回去 不是辦法 看這個能不能帶過去 試試看 後旁 欸 對 對 重了點 但是這個再左右一下 起 好 這樣子好 一吃到起來 就絕對是在前面 或是這裡了 欸 幾次保好像會脫耶 這個又不能太保 哇 太短了 他後面剛好沒有東西 可惜 你看後面那邊就少了一個東西 把它抵著 這樣子他就不會回去了 我這邊再左右一下 小米 小米藍牙 溫絲 溫度計喔 藍...欸 小米的耶 小米的是不是這個其實還不錯 現在最好的應該是 另一個方法 喔... 有了 OK 關合喔 好 喔 但是我在想 我就是怕膩了 後面又有一個洞 那我們就再拖一個東西過來 啊你一直在前面一直 起不來啊 只好先換個口味 好吧 也好先出貨 少了那個方盒 右邊真的是一個點 再帶一個東西過來 不然你就直接攻打 好吧 因為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夾幾了 四個 四個 嘿 啊 管就是要把平台打掉了 喔 平台喔 可是我覺得平台應該是不能先打掉 因為我們剛剛出貨 幾乎都是這個平台在幫忙 這角度更尷尬 來了來了 我不要讓它再回去了 絕對讓你回不去 來了 既然來了 就都別走了 這一個 更重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 貼住它一下這樣子 貼 好了 而且它那個造型很可愛 小熊造型 喔 過來了 終於 妳再過來一點 其實也差不多了 來吧 但是也不能太薄對不對 嗯 也不能太多 對啊 對啊 來啦不管拚了 喔 後方的是說 對終於 現在我們好像是 第五個了耶 還是妳要看一下 對我看一下好了 現在喔 後面那兩個 要剛好插到 哇我們好打的反而都被我們打光了 不然就這一個 還是說它能過來 我們直接把一樓那個救上來 那一樓那個很重 我們曾經有打過 那是那個 國際的什麼 什麼充電頭喔 就什麼孔都有 但那個超重的 還是直接打 直接打吧 這個超重 能不能 啊有了 哇三爪耶 雖然有點吃檔板 但那三爪其實 正常應該要起來的 可以 換個位子 哇 太重了 這個真的太重了 哇 它如果包到立起來 這個應該是可以 起 哇 即使包到也不見得 很順利起來 因為它是真的偏重 沒丟耶 對啊 這個又很重 對啊 都在比重的啊 剩下的 過來 不然真的我們要 不能這樣執著於前面的人 不然你就打那個小米好了啦 對啊 小米我覺得它還 有機會直接用吸的就出來 因為前面都不會浮啊 它那個要吃到很剛好 進去吃在最寬 中 彈一個 換一個位置 這個 這個 試試看吧 它只能靠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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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脫 哇 再試試看 好怕喔 這個超極限 因為真的是 其他的東西真的都是沒救 然後我們也達標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密台主 拿那個夾六送 我們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這台呢上面有一個夾六送 那個應該是除蠻椅啦 看上去應該是 後面那個是什麼 冰霸杯喔 哇這個超輕啊 這個 冰霸杯嗎 脫 這個應該要 東西要先帶一個出來 這樣我們才能 拉那個來補味一下 咖啡杯 咖啡杯 那也還不錯啊 這個有難度 這個真的是爆輕 哇 因為它有開爪具 只會扎實吃到 全包咧 全包咧 嘿 先不理它先不理它 再膩 因為我覺得用全包的進度可能會比較有一點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跟它拼薄拖啊 不可能 而且加上如果台主有開爪具 那就連拨都不能拨的話應該是很難 這個我應該用 推後面這個 撞 是不是應該全包 再全包好了 再全包好了 不是啦我叫你全包對一下 喔要講嗎 哈哈哈哈 這個我撥一下 只是夾個2就好 對 因為這台6會比較 有難度一點 這個啊我知道了 8它一下就好 8 那也要跨上去啊 對啊 跨上去可以用8的啦 因為它是真的輕啊 因為那個娃娃類要嘛就是用 勾的出來用撥的出來 吃到絕對都不行 捏個腰 剛剛那個腰 蠻優秀的啊 阿不是說要打兩個而已 欸是嗎你不是說再兩個 沒有 喔我聽人 欸再兩個 欸兩個差不多啊 我說應該差不多打兩個而已 喔是這樣喔 欸這樣我打了三個咧 對啊 我覺得也不一定啦 我們可以 多方面試試看 其實這個杯子我覺得難度 可能會比較高一些 我比較難吃到它的那些出貨點 脫 再薄 剛剛那一下還不錯耶 過來 還是我把這個脫出來 脫出來了 再一次 因為這個杯子我們是不是沒有打到 沒有啊 那少說也要打它個一個吧 上回去啦 哇 算了算了 別攻了 有了吧 欸 後盤 那就是後盤我就放啊 我們夾3 還是我們逆那個看看 如果它很順過去8一下就出 這樣我們有夾6 哪有夾6 沒有我就說 如果它這個很順的話 我們夾6可能也會順 但是好啦好啦算了算了 既然說3個那就3個吧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來吧我們來玩一下隔壁台 這一台上面有一個夾3 但那個夾3我覺得應該也是方向罐吧 各種夾送台 極致飽可不可以 欸 欸 欸它放咧 這已經很薄了 哇這個後面這個再帶一下 它的東西好像回去都是站得很漂亮 差點 有有有這個有機會來 轉得很剛好 它轉過去剛好後旁 哇賽 剛剛那一下是吃太多了 來這角度 摁玻璃 呦 這個超飽 對啊 夾3又送你一個大罐的 好像蠻划算的喔 但是東西都一直往裡面噴 出來啊 哇 全部都往裡面走了 對啊 過去 還有這一罐大罐的 變個位子吧 它怎麼拉就拉不出來啊 對啊因為甩幅啦 甩幅沒有到很大 帶的那個空間有限 哎唷 來啊 彈過來 有了拉到了 來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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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一下 這一下超飽 來吧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我在想還是我們直接膩了 因為我們剛剛好像一樓好像也沒什麼幫助 完全沒有啊 要說它有幫助的話頂多就是 它讓它維持這個角度而已 因為下線長度直接收掉了沒辦法 喔來了吧 欸咻 哇 小時候會脫耶 腳這個山怎麼比工長還哪 上來啊 哇 你看它二樓沒幫助 就這樣動著動著 拖一個 哇 拖這樣我尷尬了喔 我這個更擔心 哎唷 哇 拖 這台打的心算蠻累的喔 因為它拖位置沒有到非常好拖 因為它甩幅的問題 甩幅它其實是甩幅算有點小K 沒有到很大 所以它帶的空間有限 然後就保夾了 很有可能啦 只能說很有可能 更氣人的是 電風扇都轉它兩圈的啦 應該頂多 十幾秒啦 應該十幾秒 好沒了 因為我們 一直不斷的過去 欸一直讓它 那個它是感應 保夾 你看 那算了啦 這一間真的有點受不了 因為我們那個 電風扇都轉那一圈兩圈的 然後就停 然後我們一直過去 欸過來打打打 過去感應一下 打打打打打 然後電風扇只要一停 整間真的是爆熱 那我們就出這三罐吧 然後跟台主拿那加三送 我們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我們來玩看看這一台 這一台後面有個漂移貨車 但是甩幅比較 也是也是 是婆卡的 中 哇 沒有 現在重點是下面那邊有一個球 下面有一顆球在亂 不然 它如果平躺的話 它萬一一個彈 打到後面上去都有可能 不然除非東西要把它擠好擠滿 但是後面那邊好像 但是後面那邊好像 不太能到得了 出不來 欸這個角度 試試看試試看 過來 哇 這一爪拿得到嗎 好像拿不到 欸一點點 欸 如何 我也不知道 這樣子 後面應該 應該是不用 至少還有這一台 竟然打了一個漂移貨車 這一下我是有點懵了 能不能再把那個前面那一個 背上 欸裡面好像跟IG達人有關係嗎 好像沒啥關係 欸 裡面的裝什麼 補不補的意思嗎 欸 看不出來不知道 看不出來 我最後我小帶一下那一個 IG達人那一個 這樣子小帶一下 再捏再捏 可是你剛剛那個已經被你打掉了 哼 他真的跟IG達人好像沒啥關係欸 這個裡面那一個 算是長的3C 但是好像沒看過 來試試看吧 因為你剛剛那個是有掛在上面 對啊 那你這個完全沒有 就試試看吧 哎唷 嗯 剛好脫鉤 我們這一台竟然順利的出了兩個 那這一個東西我是比較好奇 因為他這一顆好像在市面上我們沒看過 看一下 對啦 埃及達人的沒錯 那就還好 因為想說這一顆 我們也都沒看過 你看這一顆在市面上 我們打埃及達人那麼多的 舊貨也好 新貨也好 這一顆從沒見過 你看 智能感應無線充 然後他設備設備這邊有寫IG達人 所以就還OK啦 還原 那是充電的啦 對啊 就放在那個啊 車上啊 他車充啊 所以也還不錯啦 好那我們最後就夾這一個吧 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總共夾這樣子吧 也非常的不錯 今天來到這場出貨感也是蠻不錯的 只是有幾個小可惜 像我們在打 夾六送的最後一個這一個 就有點小卡住了 一開始我們是利用平台 後面想說要把平台打掉 但是那個平台竟然 打不掉 所以就沒辦法 後面這一個我們好像有打比較多一些些 但是好像也還好 至少沒有到保夾 然後後面呢我們去打了 方向罐 還有這個娃娃 這一台就有點可惜了 原本夾六可以送一個那個除蠻椅 結果夾個三就放棄了 原來那一台難度確實是比較高一些 好我們後面有打那個方向罐 然後有達成他夾三送 送了一個這個大的Hello Kitty 裡面應該也是方向罐啦 只是我沒有拆開去看 但是應該是 然後最後呢來打了這台中型 真的我出了那台飄移貨車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打這台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把飄移貨車打出來 結果沒想到竟然從中間一個縫 跑過來 剛好又浮起來 然後後面也打了這個埃基達人 然後這埃基達人我單純 我剛剛最後只是單純想要把它拉正 我想要看一下它的正面 那看完正面想說欸 又沒看過又感覺怪怪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試著把它打出來 結果剛剛一猜 欸它確實是埃基達人了 只是在市面上還沒有看過這一個 這一個埃基達人的商品 也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我們第一次打出來 今天我們裝作夾這樣子吧 這次抽獎要抽什麼呢 今天我們整體喔 你看我們打第一台那夾六送 還有後面打這個飄移貨車這一台 都打沒有很多 唯獨打最多的反而是這個方向罐台 因為那一台的東西 它丟裡面的機率非常高 全部丟到後面角落滿滿 結果我們要把它帶過來也非常小難帶了 所以就吃了一個飽 那我們這次抽獎就抽這個 今天打最多寶珈的方向罐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一罐的抽獎帽這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就到我們期間拜拜